有这么一家中国企业主动将日本的国旗挂在签约仪式上 在这件事情遭到曝光之后 该企业不但不道歉 反而把曝光者告上了法庭 他甚至命令所有线下的店铺禁止播放中国歌曲 可谓是无耻至极 而最令我们生气的是 他还大肆鼓吹中国的旗袍是源自于日本的文化 而这一桩桩最新的源头 正出自于叶国富和他的企业名创优品 说到名创优品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因为他以廉价的价格和精致的作品而出圈 相信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日本企业 因为店内的商品 无论是包装还是风格都很像日本文化 殊不知 这其实是一个中国企业 在日本一级事件之前 谁又能想到这家企业竟然打着日本的头号来赚中国人的钱 这不就是妥妥的叛国行为吗 事情的来源是名创优品的西班牙运营部 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张宣传图片 其中有网友发现 这张穿着中国元素的娃娃 竟然被称为日本异技 这很快引来了我们中国人在下面评论 希望官网能够及时纠正错误 面对各大网友改正的要求 名创优品却根本不在乎 只是回复了一个笑脸的表情 面对这样的不作为很快便引来了我们中国网友的愤怒 而名创优品也及时的在网络上发表声明 将会和西班牙代理商解约 对中国旗袍标明成日本而道歉 对于这种道歉 网友并不买账 你作为一个中国企业 怎么会不知道中国文化的服饰 这可真是让外国人看着笑话 然而犯国大错的名创优品却并没有为此停下叛国的脚步 有网友在网上爆料名创优品的创始人叶国库 在与保加利亚等国签约合作时 摆放着小日本的国旗 刚开始各大网友并不相信名创优品会是这样的企业 便纷纷提出质疑 作为一个中国企业 怎么会拿着日本国旗来打自己的名号 后来又有网友爆出了一张与各国签约合作的照片 我们能明显看到 桌子上摆放着是小日本的国旗 大家才了解到我们所熟知的名创优品 竟然真的有着叛国行为 便纷纷跑到官网评论下呼吁大家抵制该企业 大家想不通 为什么一个中国企业却打着日本的名号 难道日本在外面真的比中国吃香吗 还是说叶国富这个人疯了 有这么一家中国企业竟多次对外宣称自己是日本企业 本以为在网友的批评下 名创优品会在网络媒体上发表道歉声明 出乎意料的是 他们根本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 反而将曝光他们的网友给告上了法庭 名创优品以侵犯名誉权将这名网友起诉 并要求该网友公开做出道歉 而经过法庭的调查发现 虽然这位网友说的话比较尖酸刻薄 但所说的内容确实是事实 并没有任何言语诬陷名创优品 所以名创优品所说的侵犯名誉权并不成立 于是法院就驳回了名创优品的上诉 然而名创优品还是贼心不死 选择了再次上诉 但法院怎么可能会灌着这种叛国的企业 还是宣布了维持原判 折腾的大反天 名创优品本以为可以通过法院来挽回自己的名声 却不知被多少国人看笑话实在是丢人现眼 这件事情被爆出来之后 名创优品的各个黑历史也都被挖掘了出来 有网友爆料 他之前曾是名创优品的员工 这种线下的店铺都有考试晋升的机制 其中有一道题被问到 名创优品店里不能摆放哪一种类型的歌曲 而令这位网友没想到的是 正确答案竟然是中国歌曲 你一个中国企业竟然说在店里不能放中国的歌曲 这不就妥妥的白眼狼吗 靠着中国人民发家致富 却在背后里捅中国人刀子 真是一个汉奸 今天抵制中国歌曲 那明天是不是就要抵制中国人了 其实对于名创优品的昧日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 早在名创优品出现在公共视野上 我们就能发现 名创优品逐渐在向日本文化靠拢 因为名创优品与优衣库的标志非常相似 而名创优品的创始人叶国富 却说这是自己找到了灵感所设计出来的logo 难道是叶国富是向优衣库致敬 除了标志以外 他们所有的线下门店都有日文的翻译招牌 这难免会让人疑惑 你一个中国企业为什么还要弄日文翻译 难道是想告诉我们你是一个日本企业 这家中国企业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日本企业 要知道名创优品如今有这样的地位 不光是靠着叶国富你一个人 绝大部分的功劳是我们国内的供应商 因为从产品的设计到制作 名创优品从来没有参与过 只是为供应商提供一个平台来售卖 这件事情被爆出来后 一时间所有中国人都在抵制名创优品 而该企业也在圈子里慢慢的混不下去了 2020年名创优品上市的时候市值是70亿美元 而如今已经跌了20亿美元 此时叶国富肠子都毁清了吧 名创优品的这次翻车也充分说明了 我们中国市场已经不喜欢整国产假洋牌的营销套路了 近年来我们中国制造的发展已经是全球门名了 中国的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让中国的红星而客 维利等国内品牌要慢慢出圈 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祖国 爱国才是最大的市场 可惜叶国富并不知道 我们中国人应该对自己的品牌感到自豪 而不是重扬美外 名创优品本应该能成为让国内自豪的企业 但却没想到 该企业走的路会越走越歪 如今全民抵制的名创优品落得如此下场 纯属是自作自首 面对中国网友指出的错误 你却丝毫没有悔改之心 反而把指责问题的人告上法庭 这如何能让我们中国愿意让你待下去 就连人民网就曾评论名创优品 这种错误不能办 如果没有利益损失 他们还会公开道歉吗 我觉得是不会的 他们肯定还是会在中国大肆敛财 作为商人 你可以追逐名利 但请不要忘了是中国给你的市场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一颗敬畏之心 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数点忘卒 当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时 这样的企业 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被认可的 叶国父和他的名创优品走到这一步 也算是给国内的企业提一个性 不要为了利益去触碰红线 这样的企业 你还会支持让他在中国吗 好的 本期人物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有任何不同的意见 可以打在评论区里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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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